8月份中国娱乐圈水泥 在韩娱乐圈遍地开花 小野马轩然爆出与同门师弟金效忠恋爱 在公司火速否认的通稿出来后 次日打脸公司承认了与师弟金效忠恋爱两年的事实 一时间 韩国大批粉丝集体试炼 爱好变演 出道多年 虽然一直走性感路线 但渲染从没飞完 突然的恋情公开给两人失业 都造成了不可以的影响 自从公开恋情一个多月以来 金效忠的所有公开活动都被取消 无限期取消了组合Pentacle中的所有活动 心疼队友 不仅如此 9月13日 两人所属的公司Tube突然发问 宣布此退金渲染与金效忠 而渲染和金效忠时隔六个小时回应事先并不知道辞退决定 和网友一样看到新闻才了解情况 目前一连蒙蔽BIMD OMD 关注了这么多民喊团 解决 撕逼 官司见得多了 但辞退还第一次听说 消息一出 估计所有的网友都是小编这个态度 除了震惊 还有对渲染的抱不平 不就是谈个恋爱吗 渲染可是元老 凭借一己之力代替方块 如今谢墨沙驴是不是太过了 方块真决绝 商量商量就把一解开除了 其实 网友也不必激动 从渲染爆出恋情 Q一直冲到危机公关角色 否认及时 太独断症 估计连公司都不知道 梁晓只处了这么长时间 渲染的承认直接打了公司脸 因为这场先否认后承认的恋爱 让CO 第一是值暴跌 跌幅达79.43 费剑巴黎的把事情按下去 转头就被卖了 Q生气也是有道理 渲染说看到新闻才知辞退 一个月前Q和长布也是看了新闻 才知这两人居然谈了两年 回头说说渲染 文理小野马虽然年纪小大 也是出道11年的老前辈了 对于公开恋情将带来什么 他应该不会不清楚 但依旧选择公开 不得不说除了真爱至上 估计也是与公司内部的利益分割出现问题 恋情只是引爆积月的导火索 方块开除的一切 对于顺耀来说影响是有但总体问题不大 咖啡再重新出发大家还是期待 可金笑忠可不一样了 说来说是整场纠纷 金笑忠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出道不久根基不稳 吕达前辈谈了恋爱丢了精心培育自己的平台 一场折腾 只剩顺耀在身边 开除的金笑忠下家前途在哪里 那个公司还敢签下 真的不好说 这么一分析 是不是感觉很无情 勇敢的公开不欺骗粉丝 却落得这个下场 粉丝跑路 经济公司完美执行了契约精神 难道在汉娱乐圈 爱情事业真的不能两全吗 因为娱乐属性的不同 汉娱的等级要求增严 明星并不像中国那么有地位 对于有的粉丝 爱豆既是支柱也是私有物 可怕的战友与驱动 这粉丝消费 以捆绑住的明星 虽然有所松动 但爱豆恋爱还是上了公司黑名单 娱乐圈奇葩 爱豆中的 老司机金西彻 曾经对明星恋爱 有非常完整的理论查识 从初的SJ就在刻意营造一种距离 我不会主动和粉丝说爱你 这样虽然有利于加紧联系但对生活都不好 粉丝不想和除了偶像外的谈恋爱 明星不能公开恋情 这种疏离感的处理加上司机不修蝙蝠 偶像包袱掉一地的作风 反而让他们有了一丝空间 西大表示随着年龄增长 LFJ歌迷变成了催婚团 如此健康的粉丝一人模式就减少了很多麻烦 虽然恋情曝光后的一系列副作用 也让我们感受到做偶像不易 不管公开背后是否有其他因素 只希望这段历经波折恋情能预加平稳 也希望粉丝别太玻璃心 难道你真想看到自己深爱的爱都孤独中了才开心吗 对于娱乐圈恋情 你觉得是公开好 还是地下恋更加呢 已经查看很快 其中堂 Спасибо